我一样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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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的是 没有小声秒 大家好 我是2023年亚洲小姐的冠军 路易雷信慧 哈喽大家好 我是2023年最佳网络人去找得主黄欣灵 哈喽大家好 我是2023年最尚近小姐的主持美师 我们将会猜 谁会是2024年亚洲先生 还有亚洲小姐的三强 这次是全部黑色的主题 今年很多外国人 这一年的好像都蛮高的 真的 都蛮高的 所以对不起 我对不起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一样磁熊 我一样磁熊 你才会 你赢的是 没有小声秒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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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心不中我Top3有1号 我问我中 OK 然后3号 没有 6号 没有 6号 所以我们全部都选6号啦 所以6号真的有可能有小Top3 然后我讲为什么我选1号 1号是因为刚好看的照片过后 他整个的样子就真的很像美姐 他站出来就是美姐 1号 1号 然后1号讲话很无力 还有风范 嗯 然后也很相信 但我觉得这三个里面最相信的是3号 那个是Indonesian 因为他虽然华语不好 英文也不好 可是他用那个自信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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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导到很有智商 所以我选1号 3号跟6号 我选的是1号 Yes 6号 好像九节 要5号还是11号 就是我两个人选 11号我有中 11号 11号 因为我很求11号 我觉得他又可以拿前三 又可以拿最上进 最上进我也是有选他 对 然后5号呢 小M 哇他讲话很大 嗯 对对对很稳 很稳很稳 完全就是见过世面的一个女生 所以我选择了 好 好 我的是6号 9号跟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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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是网友跟那个 9号也是网友 只是9号他讲话的时候 有一点点紧张 然后11号是因为他一出来 就是整个就很紧张 然后最上进我也是有选到他 所以我们全部人最上进都选11号 好,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有大概去看他们的IG啦 我觉得Sami蛮有潜力的 她是一个很清明的人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都会看到 诶, 这个Sami还有想帮她 我觉得要成为雅周小姐 第一条件肯定是 外观是好看的 毕竟我们是来选美的 第二是口条要好 就有大场面的时候 你说的话 要能震得住场面 而且是 是有智商的讲话 第三的话 你要真的很认真的 学习如何去social social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走演艺圈这条路 其实很困难 所以我的心里要强 看牙要强 也要厉害social 这三点吧 嗯